肉干表皮烤到发亮 肉质扎实饱满 香气扑鼻 创立近50年的肉干店 老板娘表示 选用新鲜的台湾温体猪肉 才能和美国猪肉做出区别 我们一定要用温体猪 像肉所谓是要用温体猪 会温温的有弹性啊 都是后腿肉 食药署公布 截至今年7月26号 美国进口猪肉超过5213公吨 进口量排名第三 淡消息会抽查市售600件猪肉相关产品 标示美国猪肉只有两件 仅占市售量0.3% 与进口比例严重不符 所以我们非常担心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美国猪肉 是一个虚假或是不实的 一个虚假的一个标示 而没有如实标示的美国猪肉 究竟流向何处 是否被偷天换日 专家推测有可能流入加工市场 大部分还是流向加工市场 那例如说香肠啊 这些等等 或者是一些肉酱 之所以这么害怕 是因为民众对进口美猪的品质 还是不信任 普遍认为很可能还有瘦肉精 来克多巴胺 而医师提醒 摄入过量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它的副作用呢 相对也会引起那些心跳变快 然后血压升高等等的 那个心血管疾病的潜在发作这样子 中秋节将至 大量美猪却去向不明 让消费者实在难安心 华语新闻 陈彦凯文 欧阳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分享